向周五总统蔡英文宣布放宽美猪美牛的进口标准 结果引发热议 甚至昨天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 他还指控说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日前访台 他其实呢 他是专门在卖瘦肉精的老板 这回的访台 他是为了要卖美国猪肉 我对此呢 熟悉外交事务的人士则反驳 说主观美国食品安全事务的是农业部 这跟卫生部毫无关联 今天卫副部长陈时中也亲上火线直言 说这样的说法实在太离谱了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八月初访台 跟我国卫副部长陈时中签署合作备忘录 没想到却被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 很酸访台举动 根本是想把美国猪肉卖给台湾 我想讲这事情就离谱了 没有这样的情况 阿扎部长来自跟我讲 我之前讲过就是完全没有提到 这种相关实物的问题 卫副部长陈时中实在听不下去 强调美国部长来台 双方只针对医药医财 疫苗和国内疫情进行讨论 开放美猪牛进口消息 更是在美国部长来台后才知道 而外交事务人士也搬出时政 打脸些龙介的说法 表示阿扎尔2018年担任卫生部长之前 确实曾经担任国际知名药厂 美国地区CEO 不过药厂早在2018年之前 就把生产莱克多巴胺的动物用药公司出售 跟母公司早就没有联系 而且就直权上来说 主管美国食品安全事务的 是农业部跟卫生部毫无关联 至于负责国际贸易谈判的是 联邦贸易代表署 也都跟卫生部通通没关系 美猪牛开放进口争议不断 如何让地方配合中央执行 就看蔡政府如何解套 记者综合不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